台北市政府 隱形的啊 公器私用 黨政不分 民眾黨成立的頭一天啊 台北市政府 聯合議院 民眾黨 就已經府院黨 一家親了 不大敢加入 台北市政府的公務群組 因為不要給各局處有壓力 柯永哲 蔡壁如都慌了啦 因為民眾黨到現在為止 不但沒有什麼大的氣勢 後續要來加入 來聲援的力道都很薄弱 按照目前的法律 我們說黨政的分跡 按照目前的法律 絕對是沒有問題 你們議員都有黨籍嘛 你們議員也有助理嘛 至於黨政分離要怎麼做 可以請議員你們示範一下 好 現在呢 台北市長柯文哲看起來啊 是非常有誠心誠意的 要請市議員好好來教他 什麼叫做黨政分跡 等一下我們這邊有很多人 都有經驗來教一下 我們的柯主席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這個蕭理事長 你可以看到其實喔 2020真的好精彩 因為現在是大亂鬥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民眾黨 先前柯文哲說啦 這個母雞跑掉要去找母鴨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看起來 應該還是雙母雞的模式喔 因為郭台銘要展開他的感謝之旅了啦 那麼全台灣走透透 928從台北先開始 但是看起來接下來 恐怕是要幫民眾黨 全台灣來輔選了 再加上好像柯文哲和王金平 現在都在爭取清明黨的那一張 總統大選的門票 所以到底這一局 大家看呢 是有什麼事 我們請蕭理事長幫大家解讀一下 軍紀消息喔 就是郭台銘董事長呢 他現在在九月二十八號開始 要來全台灣做一個感謝 感恩主禮 那所謂的感恩主禮 應該呢 我們正常是這樣做 譬如說他在出選的時候 有幫過他的人呢 他是感恩 去感恩要幫忙的人嘛 有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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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有幫忙 什麼注意的人呢 他在台灣省 其實這個郭文還是有一些啦 這些人呢 他是一站一站的 去把他感恩 就是感恩主禮 可是這個感恩主禮呢 如果說還寄別的用意的話 那就不只是感恩主禮了 這個感恩就是說 你去幫忙工作 你如果說不是只有感恩主禮 還要擴張你自己的影響力 甚至於你還要夾帶什麼政治的意涵去先導 還是去押し的話 這個感恩主理可能就變得掉 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看到郭董事長 他現在當然是說 我退出中國國民黨 可是我們今天中常會 在中常會裡面已經來慰留他 那慰留他是為了 他是台北宿中正七黨部 報給台北宿黨部 台北宿黨部今天報到中央黨部 中央黨部就尊重台北宿黨部的意見 表述慰留 所以他眼前 其實還是中國國民黨的答案 他也是要再當完 我希望郭台銘董事長 你既然你對國家的認同是中華民國 這跟國民黨是理念一樣的 兩岸的和平主張的是九惡共訴 這都一樣的理念 兩岸的問題都是一樣的 那對於人民要怎麼樣來創造更大的福祉 其實我們韓國瑜所提的那個政見不模糊 所以說我也希望說大家好縱然你要散 也是好祭好散 不要說倒起來就要自己做個政府 真的是最不願意見到的 也有很多我們愛護中華民國的 也有很多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都不願意樂見這樣 大家當然再來說 光看說你想要把國家做什麼 你如果說今天就沒法度代表中國國民黨 是不是韓國瑜的代表 叫韓國瑜 如果是有你的叫什麼 幫你擲行嘛 幫你擲行 因為他如果做風動不真有法度 你們兩個從來兩敗祭傷 到最後呢 最弱的是小英嘛 對 這是我們說是不好的事情 小理事長 那柯主席呢 他剛剛誠心誠意的請大家要教他 怎麼樣做好黨政奮起 好像大家不太了解 他說我沒有啊 蔡碧如也不過就是LINE群組發幾個簡訊而已 到底誰都那個選舉的時候 要參選的時候 這個幕僚都不可以怎麼樣嗎 這個委員怎麼看 我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先講 其實因為我自己也帶過行政部門嘛 行政部門其實在這個所謂的政治中立 這部分是很清楚的 也就是說今天算柯文哲 他是一個黨的主席 好 就像說也許朱立倫也當過黨的主席 但是那個是分開的 我今天到了市政府裡面 他就不應該要把政黨的東西帶進來嗎 可是我們就看到台北民眾黨 他的確包括說很多黨員都是 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那甚至呢 他未來的秘書長 可能也是我們市政府會出去的官員 所以他怎麼變得好像黨政合一的感覺 就是跟現在這個時代 蠻...你知道跟時代吵得是違反的啦 所以他不能說LINE群組發一發沒關係 大家還記不記得曾經有一個 調查局的官員 他不是在同學群組嗎 發了一個那個攻擊民進黨的一個LINE的 我貼文 結果就...就...丟官耶 還被罰...還被罰多少錢 所以不能說這個群組丟一丟 那個什麼東西是沒有關係 絕對是有關係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台北市政府 尤其我自己當過台北市議員 我覺得台北市政府 下來在行政中立上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要維持 這樣子一個原則跟傳統 對台北市來說才是比較好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呢 綠營的選情其實大家也都很關心 這個我們要來請教一下國慶兄了 因為蔡賴沛現在到底還有沒有譜啊 還是只是旁邊的人在化修而已嗎 我是聽說這個陳菊要出馬來勸進蔡賴河嗎 還有一位是台南市議會的議長郭信良 他擊下了這個小英台南後援會的總會長 綠營現在在台南的情況到底怎麼樣 我想那個郭議長來聽小英 國民黨最有感 因為事實上在台南市是民進黨 他是過半的 但是因為分裂 新潮流的問題分裂 國民黨最有感受的 都沒條件 總要去聽郭信良 總要加上三四個總統 結果你跟人家調也要再回來了 現在小英去請郭信良議長來發報 我相信郭信良議長他比藍的更有一深層的感覺 因為過去都當年很多 郭信良郭議長在台南根深地固很久了 他跟藍的反而是因為這一次議長才有接觸 如果小英沒條 民進黨的議員後一遍 可能台南議員也不可能過半 一樣他沒辦法當議長 所以拚不去貼佑 你如果說小英拜託他出來做 後援會會長後 你知道民進黨新潮流的主委 東博主委說小英就 現在連共產黨也要提他 他也不提醒了 民進黨提名跟過程 那立下的那種對立 根本就不一樣 但是為了選舉 民進黨就這一步 這步很厲害 包括我 包括我 我也有民進黨高層打電話說 你不要贏了 回來了 兄弟回來吧 召喚了 兄弟回來吧 民進黨他整合能力確實是很強 可惜你跟蔡英文關係不好 我跟他關係最好了 最好了 我了解他最多了 他當委員的時候 我是坐在他後面位置 他坐我前面 他當主席的時候 我是去做他的義務 特別助理 不跟你們那些順利言 他選兩次總統 跟一次新北市長 海外東南亞都是我去募款的 他這次沒有自己打電話給你 對啊 結果選擇了不記得 有一天國慶這個人 但是我不是要求官的人 我如果要求官的人 我如果要求官的人 我親菜來討 我怎麼在華航的體系裡面當的 董事長 沒有啦 柯文哲 柯文哲去年四月也找我 去當蓄產公司董事長 我也跟他說 我吃飯也吃不到 我沒有這種能力 所以我不是適合做官的人 我這種中義氣 是適合做感動的人 就是監督你們這些人 要做好事情 我們四月做民意 代表做感動的 要叫我做官 我不會跟這個人 跟我們搬幾句 我就... 你們不可以做 要死掉他 既然沒有既然無業很好 不過講到這個監督 這個市議會 今天是開議了 在高雄市議會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情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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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公務再去 好 所以其實 這要拜託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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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DO一眼的執行時間 真的 市議會開議 韓市長先到了高雄市議會 來拜碼頭 我們想請教一下美雅藝人 我們可以看到 綠營看起來仍然是磨刀霍霍 拜會的時間 就已經好像變成在質詢一樣了 而且還馬上問 市長可不可以 準時接受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兩個月 會不會請假 對 其實光是今天 這還算友善的 我記得前天 市長不是到那個議會 這邊先做一個 那個預算的一個說明會 結果就已經 你就會看到這些 所謂的六小福 這些綠營的人士 就開始磨刀霍霍 然後就一上台 就是要求說韓市長 要他道歉 要他對蘇貞昌 要他對陳菊 要做道歉 那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們 大家就事論事 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不是很好嗎 民眾要看的就是說 你到底為市政監督了什麼 可是沒有 在那天我們就是看到 就是他們就是 一直是仇恨式的語言 然後羞辱式的言語 然後一直要韓國瑜來做道歉 我是覺得很不能接受 特別是我們還看到他們 提出來講什麼 他說我們高雄市議會 怎麼會自己自公啊 這個質詢的時間縮短 我這邊也跟大家再還原一下 我記得在陳菊時代 我們的總質詢時間 是一個小時 這個是高雄市議會 有史以來都是一個小時 但是呢就是為了陳菊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 前朝的時候的康奕成 康奕成他的 他居然就是把這個時間縮短了 然後縮短以後呢 他現在還居然 他當初記得 我記得縮短的時候 還講了一句什麼話呢 他說這個啊 如果會質詢的話呢 時間不用長 不然的話呢 你就算質詢兩三個小時 質詢不出的重點 也沒有什麼用 大意大概是這樣 我有影片了 我待會會後 可以提供給你們參考一下 待會提供給你們參考 所以這就非常荒謬 他今天居然 在議會的時候 他們還跳出來質詢說 怎麼會把質詢的時間縮短 然後就是為了 要讓韓國瑜準時 那個下班 不是的 是為了讓議會的工作同仁 讓他們能夠準時下班 其實你看一下那個表格 高雄市議會質詢的時間 是非常長 從早上一直到晚上 那我記得 在韓市長上任以後呢 質詢的時間還拖到什麼時候 還拖到11點多 沒有吧 台北成績沒有多這麼 台北不可能啊 沒有啊 那你在翻開之前 陳菊他們的這個質詢的時間 什麼時候散會呢 我調了一下資料 大概就是5點多 6點多 最晚的有一天是到7點多 那韓國瑜是幾點 11點多才下班 所以我這邊特別要講 那還有像他們一直 民進黨一直在羞辱韓國瑜說 你根本就是怕 你是草包 所以你不敢來備詢 你要縮短時間 那我這邊就要請民進黨 回答我們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當初我們議員的總質詢時間 60分鐘縮短為45分鐘 你要不要出來說明一下 你是怎麼樣自攻的 為什麼 第二個 當初你們有多少人 是讓陳菊市長不用備詢 不用質詢 然後是可以讓他用書面質詢的方式 他就不用回答喔 書面喔 然後第三個 我要請問一下 你們為什麼讓陳菊 可以在總質詢的時間 讓他是可以請假出國 你們要不要先交代清楚 對全國的人民交代清楚 對高雄市民交代清楚 你在現在 再能夠告訴大家說 你到現在 對韓國瑜市長的質疑吧 好 希望這三個問題 能夠有人給一個答案 不過接下來要關心的就是 我們的課本恐怕變得你都不認得囉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